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们来到了FINAL的摊位 在这边遇到了熟面孔 是日本原厂的许先生 许先生你好 你好 大家好 我是FINAL的许 所以这一次呢 就是我们在这个HKAV就香港 这个事情长这边 我们就带来了几款的新产品 所以最主要的就是 我们这边一个呢 就是我们一个新的 这个IEM入耳式耳机 那我们叫做S系列 那这个S系列呢 它就是我们FINAL嘛 已经很长一段时间 应该就讲说大致上 从2017年开始 我们就是几乎都是 这张都是用的自动圈比较多 然后除了中间有一个B系列 我们有用一些动铁 那这一次 这个S系列呢 就整体都是用动铁而已 那接下来我们要走的呢 有一次要需要 再开拓回另外一条线 就是开着走 比较Emotional的那种声音的感觉 所以Emotional这种东西呢 它这种声音 当然我们也可以讲说 用动铁也可以用动铁也可以用动铁 可以用各种这样的 这种单元来去做它 但是这次我们要带出 做Emotional的那种感觉呢 它我们觉得用动铁的话 它能带出的那种feel 它的那种味道会更好一点 所以这次我们就是说 又再用回我们 就是这么多年来 已经累积的这些技术 把它再次重新再用一次动铁 来做过新的Final的动铁的声音 那我们还有另外一款新产品 是D8000的后继的机种 后继的机种 对没有错 那你首先带我们解释一下 好的可以 没问题 那这个就是这一次我们 这个D8000呢 因为是这样子 D8000我们也是 从发售到来 到来已经7年了嘛 所以在这17年里面 我们Final的就是 不只是从单元的技术上 我们也学了很多东西 至于从调音上 还是做这个声枪的设计 我们也学了很多东西 所以我们想说 我们的旗舰 我们可以把它做得更好 那所以我们想说 D8000 还有D8000 Pro Edition 这两个 我们都同时把它 两个都一起升级 所以我们现在就想说 我们叫做D8000 DC 它就是DACAPO DACAPO 可能学音乐的 可能会知道它是一个 意大利文 它就是一个 从回到之前 我们再重新 用不同方式去做它 所以就是我们D8000 DC 就是重新的 把里面的所有的这个单元 所有声枪的构造 然后还有就是 整体的这个 比如说 配带感 全部重新的做过 所以变成这一次呢 我们做 比较想要主要做的 带出的一种声音 是属于讲说 在D8000 像有那种很自然很舒服的声音的同时呢 把整体的这个解析度 整体的这个细节 的这种表现 整体的这种生长的表现 全体的提升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 这D8000 DC所要带来的一个东西 那同一个时间 D8000嘛 很多客人 他们也会讲说很重啦 之类的吧 然后 这一次呢 我们就把它减轻了 应该22%这样子 所以这次 轻了很多很多 对 所以带上去会舒服舒服很多 所以声音变好了 带起来也舒服了很多 对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D8000 DC 重新想要做 把我们的旗舰 再做一个新的旗舰 好的 那最后一个就是 这次我们要带来的 另外一个技术呢 就是我们FINAL这边 叫做Digital Twin Audio Simulation 那这个东西呢 其实我们在日本 我们叫做JDA 就是Jibundame Heto 它 那个是日本的名字 然后因为接下来 我们要把它带去全世界 所以我们就现在 取了一个新的一个名字 然后我们其实 这个我们想要做的东西 是什么东西呢 因为FINAL 其实从2017年开始 我们的声音 就是属于比较偏向的 尽量去给所有人 觉得听起来是好的一个声音 那我们通过这个7年 我们一直在做研发 我们到后面 我们觉得发现到一个东西 因为每个人 其实我们每个人的身体 这个耳朵形状不一样 这个耳朵形状不一样 就会导致到 比如说我们做了一个声音 给每个人听 其实他的感受都会不一样 那我们现在就想 我们发现要来到 新的一个阶层 直接说 把客人的身体 客人的耳朵形状 所有都考虑进去 我们耳机的调音 所以同样一款耳机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 数字信号球体 就是DSP的方式 把它 就是同样一个声音 让不同的人 听起来 都是觉得很好的一个声音 这是我们发现想要做的 所以这个技术 我们其实在日本 本来我们已经做过 只是因为他要计算的 这个能量 计算的这个时间 要做这个选择的扫描 会花太多的时间 所以我们即使在日本 也是一个月 现在只是也做12个人 这样子 现在一个想法就是说 我们要把这个技术 带过去以后 可以尽量多个人 可以去做这个体验 所以我们要把 现在我们这个技术 通过 Machine Learning 还有Deal Learning 来把它简化成 以后希望说 可以用客人的 现在的这个手机 来自己扫描自己的脸部 扫描自己的耳朵 那就可以达到 同样一个效果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比如说要训练 我们的Machine Learning 那我们就做很多的数据 我们在香港这边呢 就是要召集一些 预理支持我们这个技术的人 他们来给我们一下 扫描一下他们的身体 那我们拿他们这个 data 回去 那我们可以去做我们的研发 然后我们现在一个目标 就是明年我们就可以 带出新的一款 有这个DSP的能力 计算能力的一个产品 是客人只要有这个产品 用他的手机做扫描 就可以达到非常非常好的生意 在日本的话 我们会让客人坐在一个 会自己自动转的一个椅子上面 让客人坐在一个 因为这边场地有限的方面 所以我们让客人自己 尽量稳定着上半身去做这个转动 如果是真实来在日本做的客人的话 就是会比较更加高精度一点 录完以后呢 这边就会开始处理 生成你这个上半身的3D data 然后录完之后呢 我们在等待的时候 我们就会做这个多静谧的扫描 就是扫描完 那个扫描左右耳朵大概个五分钟而已 所以整体的这个上半身扫描 还有耳朵扫描 加起来大概15分钟 15分钟之后呢 你就可以看到自己的data